好 那接下來就是換我來介紹一下 DAS資料特性與在Darkfiber的應用 Darkfiber其實也就是所謂的暗光纖的應用 然後當然這很多工作都是由我的學生 還有MIDAS這個非常實力堅強的團隊去完成的 就像剛剛看到的其實不只是研究上 在工程上還有在資料處理上都有很多的東西要學 那其實今天在這邊講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你可以看到剛剛新人已經有講到 我們所有事情的起點 就是從這棟大樓開始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從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去地下停車場貼光纖開始 然後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 因為我每次出去演講的時候 大家都會誤會說光纖就是船隻要用的 然後大家可能比較能夠get到那個point 所以我就講一下說 這個所謂的光纖當成地震站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直接想像成 它就是每四公尺或每兩公尺 你擺一個地震站上去 這個意義它不是是傳輸的 就是如果不熟的人大概知道一下 那所以這個這麼細的光纖 它每四公尺都會變成 或每兩公尺就會給你一個地震椅的資料 所以從這個RCCC環面大樓開始 還有大家都很熟知的這個密達計畫開始 其實做到這兩個這個計畫之後呢 我們還陸續跑了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光纖已經在很多地方都有做一些嘗試跟探索 然後包含像剛剛馬老師有談到的 我們跟中華電信談一個合作 然後從二重浦的機房接一條11公里長的光纖 跨過三角斷層到林口 然後還有前一陣子有中正團隊的幫忙 我們去嘉義追證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有幾顆地震活動好像在起來了 大家在擔心的時候 我們也趕快過去往那邊 跟中華電信嘉義的那邊的新港的機房 然後接一條大概好像也是10公里左右的光纖這條 然後這個沿線就是煤山斷層可能的延伸方向 實線的部分是低調所所公佈的煤山斷層 曲線的部分是有可能會往這邊延伸 那我們都希望可以用光纖去做一些斷層再來探討 那另外就是剛剛國際上有廣告過的那個LAMDA山崩的計畫 那因為其實可以講的東西非常的多 那但今天時間有限 我會只講到暗光纖的部分 所以我其實會講到cover到這四個 好那山崩的以後有機會我們可以再講 那前面的我就很快的趕快帶過去 基本上我們今天的talk會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跟大家說 假如你真的要玩光纖的資料 有什麼東西你需要注意 因為我們是地震 seismologist 那我們平常處理的一些習慣上 你可能要有一些觀念上的轉換 然後接下來會有兩個部分 我會分享兩個暗光纖的小應用 有些都還蠻初步的 但是我希望可以讓大家感覺說 它應該是未來的趨勢 OK 那這個原理方面其實就像剛剛講過很多次的 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我們現在量的是 這條光線上的任意兩點的距離的改變 所以這個AB兩點它的距離就是10公尺 剛剛提過很多次了 當然這個10公尺並不一定要10公尺 是受限於我們現在買的這台IDAS 它是內定 default 10公尺 可是其實現在有很多廠商開始提供 可以改變這個Gage Lens的方案 那不能改變的情況下 假如像10公尺的話 你就想成我就是在量這10公尺的變化 原本是L 那經過一個地震波勞動的時候 它可以變成加Delta L 那我量的就是那個變化 所以Delta L分之L 所以它其實是沒有單位的 它是strength 然後這個就是因為它是量那個Gage Lens的關係 所以我剛剛有講嘛 在有一些機種它是可調的 當它可以調整的時候 就像剛剛青年有講到的 你調的越寬你就失去了你的空間解析度 但是你會增加你的殉照比 你調的越小你就可以 怎麼講 就是你提高你的空間解析度 但是你的殉照比也會相應的增加 那這個調的越小 又可以幫助你克服Saturation這個問題 待會你可能會看到 剛剛有秀了 那上面這張圖是秀說 當你調整這個Gage Lens的時候 你在頻率上可能會遇到一些notch 就是你可能會sample不到訊號的部分 這個待會我有圖再講 那大家可以稍微記憶一下 它也是跟你的Gage Lens有關係 那左邊這邊就是我們的參數 因為我們買了這個機種 它基本上這個10公尺是設定好的 是不能調的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 我們都調1000的sampling rate 然後我們基本上都調2公尺或4公尺 基本上 那後面的應用都是用這樣的參數 所以剛剛已經有提過 所以大家第一個要知道的是 光纖只有一個component 所以它有優點也有缺點 它絕對不是萬能的 然後你剛剛聽到這些資訊 你也可以知道 它有一些東西是叫trade off 根據你的應用 你可能要調長你的Gage Lens 或是根據你的應用要調短你的Gage Lens 比方說如果你要做強震的應用 很顯然你需要調低你的Gage Lens 那同時你的self noise就會變高 所以它有點像是 把它從Gio Phone 換成加速度移的這個概念 但是起碼它是在同一台機器 它就可以調整 好然後他們之間是關係 就是因為這邊計的是速度 這邊計的是Stream Rate 那他們之間有一個轉換關係 其實它可以透過時間的積分 直接變Stream 那它也可以透過空間的積分 比方說你就量兩 channel 去做積分 你就可以把它轉成Velocity 所以它有一些可以轉換的 但是那個轉換有一些問題 但是基本上 原理上它是可以互相轉換的 好那再來一個就是 光線跟地震椅的方向性的敏感度也不一樣 比方說左邊是P波 右邊是S波 那假設我們就當成光線是這個東西 像黑色這條線 然後地震椅就擺在這個中間假設 那假如它是P波的 假如這個軸的方向的話 E的component的話 地震椅是藍色的 然後它其實是有分上下洞的 就是藍色 比方說你從這邊來 它可以分辨東或西 所以它可以知道這個藍色 或是虛線的藍色 但是如果是光線的話 它沒有辦法分辨東或西 它從這邊來過這邊來 它上洞下洞 它其實是在壓縮或是縮短你的Gage Lens 所以你其實是有時候會有增幅號的Sleep 它要去看 Shift要去看跟資料的比對 然後它的Sensitivity會稍微小一點 就紅色的圈圈 那這個東西沒有太大的問題 比較大的問題是S波 當你是S波的時候 你看東西這個 擺這個東西這個方向的時候 藍色的是地震椅 所以它sample到的就是 因為S波進來是這樣子 所以它sample到的是這個方 因為你擺這樣 所以這樣子進來的S波 是你可以感受的最明顯的 因為它的震動是這個方向 所以你可以感受的最大 但是光線不是 光線有一個很特別的四半的形狀 那這個其實有些細節可以討論 但是你可以先知道一下 S波它們有時候的反應 對方位角的反應可以不太一樣 P波相對來說還好 所以現在很多的研究都在做P波比較多 那再來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是 它們的儀器雜訊 光線你基本上現在可以把它想成 如果是原廠的基本設定 你不去做一些 剛剛講的那些 參數的效能的微調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比較像GuoFone 它的Self Noise 大概是GuoFone的Label 這個這條藍色是DAS 10公尺的Gature Lens 然後這條粉色的帶狀 這邊是GuoFone的Self Noise 那你可以看到它們在這個 主要我們有興趣的 地震應用範圍是相當的 那如果到更低頻的話 其實DAS是有優勢的 因為雜訊在GuoFone 會馬上就飄上去 那當然寬頻就 還有那個很有名的SDS2 這個非常好的儀器 就當然在很下面 OK 那另外一個光線的好處 是光線不需要做一機響應修正 它基本上有點像是GPS 就是它是量行變嘛 那地震應的話我們都知道 你有一個一機響應的Response 因為它是力平衡的這種方式 然後但是光線的話基本上你不需要 所以如果左邊是Amplitude Spectrum 右邊是Face Spectrum Face Spectrum是基本上它就是平的 那如果是一機響應 如果是地震應就知道 你每週一機響應修正 對你的Face影響很大 所以你一定要做 但是光線就沒有這個困擾 然後在這個Amplitude上的話 它也不需要做 但是你可以發現這個是寬頻 你可以看到紅色跟綠色是寬頻 然後GuoFone Z這件是在左邊 這邊是高頻 這邊是低頻 所以你可以看到GuoFone在這邊 但是光線是一條線 但是光線為什麼這邊會有一個掉下來 是因為它跟它的Gage Lens有關係 就當你的波長剛好等於10公尺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不到東西 那它要怎麼等於10公尺 它就會跟你當地的速度有關係 所以這個東西是Frequency Dependent 也是Sight Dependent 但是除了這個Notch 你可能會遺失一小部分 就剛好等於10公尺附近的地震波能量 但是除了這個小小Notch之外都是平的 所以你基本上是不用考慮 以及想像這種事情 那這就很快比較一下 從MIDAS收到 因為MIDAS這個計畫 幫我們收集了非常多很珍貴的資料 因為剛好那一年發生整個重骨一大堆的地震 那你就看到右邊是Smart 2的一個地震站 然後左邊是我們的DAS 那DAS這邊Segment A跟Segment E 分別是垂直向在井內的 跟水平向在地表的 然後我就分別去對Smart 09的Z Component 跟H Component 當然這H Component是Rotate到光纖的方向去做比較 你可以發現其實大部分的特徵都非常的像 它的Looking 然後Coda Decay 然後大概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其實是光纖 是First Order來說 可以做很多一般的地震研究的應用 只是說剛剛提到的那一些特性 不管是方位角或是頻率強硬或是什麼 當你要做一些比較Advanced的研究的時候 你需要Take into account這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到的Clipping的情況 所以如果它Clipping的話 這樣對於大地震的研究就不太有利 所以你必須去買可以改變你的Gatch Lens的機型 然後把它調短就可以量到更高頻的 更高震幅的震動 好所以接下來我很快分享兩個 我們這邊團隊有做的一些研究 一個是跟建築物應用比較有關 就是所謂建築物應用比較有關 一個是跟剛剛講到的中華電信有關 那我們在Midas這個計畫的過程中 我就想說因為你也看得出來 Midas這個計畫你要去專擠 你要去地表挖柏油鋪設 申請縣政府的批准 這個過程是很長而且相當辛苦的 但是你不可能每一個計畫都這樣子去弄 那我們在關鍵的地方可以這樣弄 但是我們希望它可以推廣出去 其中一個最好用的就是最現成的就是所謂暗光線 暗光線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中華電信也好或是遠傳 各個電視鏡廠商它的光線到你家的網路線裡面 其實那個染線裡面包的不只一星 它可能有四五十星五六十星 裡面可能只有四七二十星有被他們用到 剩下的是所謂的備用光線 備源光線 這些我們就叫做暗光線 就平常你以為它不存在 但是它其實在那邊 這個暗光線我們就去溝通了很久 然後去找中華電信讓我們使用了這條線 然後我們就去布試試看 然後等一下成果就會顯現 然後另外一個要注意 就是在我們跟這些電視廠商打交道的過程中 有發現他們的電視廠商 有分所謂主幹光線跟分支光線 所以主幹光線可能是跨線式 或者是在某一些地方長距離比較粗 然後施工比較嚴謹的光線 它可能水泥都會顧峰在地底下 但是到了街巷的時候 它要分岔出去你家 那些就是所謂分支光線 那些很可能就在你的水溝蓋碎掉而已 然後coupling就很差 那種可能就沒辦法用 所以我們這邊用的這條是主幹光線 包含剛剛嘉義那條也是主幹光線 所以在之後如果各位要跟電視廠商打交道的時候 要特別去make sure這一點 好那其中一個我可以想到的應用 就是我希望這個光線以後可以變成大家可以用 而且我相信它應該可以 其中一個我覺得它有優勢的地方 就是在onsite early warning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 early warning 有兩種 一種叫做regional early warning 就是onsite early warning regional就是它利用整個網絡 然後從一個地方發證的時候先定位 然後 warning 遠地方的側站 或是居民這樣 那onsite是說我這邊利用people的特性 就去predict export的特性 那你可以看到右邊上都是很有名的 吳明老師的文章 它利用日本、南加州、台灣的資料收集 然後它就發明了一個很簡單 但是應用性很好的一個方法 叫做PD 它就在地震波的轉到位移的前三秒 去找它的peak值 然後跟它原本的PGB也好 或PGB也好 最大的峰值 也就是可能是export的值 去做一個回歸 然後發現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線性關係 然後從此這個方法 就被拿來做onsite early warning 就是我在三秒內 就可以判斷之後 要來的export有多大 那我就可以決定要不要疏散 那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其實現在已經很廣泛的在全球被應用了 如果我要讓光纖進到這個市場 當然我需要有自己的回歸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去試試看 雖然光纖跟地震也有很多特性的不同 像我剛剛提到的那些 但是說不定它還是有一個線性關係 誰知道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試試看 然後我們就剛好在MIDAZ這邊 那邊有一個SM09 我剛剛秀給大家看的 而且記錄到這麼多的地震 所以針對每一個記錄到的地震 我就去拿光纖的strand 我去積分把它變成strand 有點類似displacement的概念 然後我就取它的peak值也是前三秒 然後去對那一台地震的PGA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結果 這個是所有蒐集的地震 那結果發現還不錯 就是它真的有一個線性關係 就是下面export是光纖 strand rate 然後又y軸是PGA 那當然它對PGP也有一個線性相關 但是PGA的相關性稍微差一點 那PGA比較好 那你會發現這個其實蠻不錯 這個standard deviation 在跟剛剛文明老師那邊的比較來說 算是蠻小的不是很大的 那接著我們就想說 因為光纖以後如果我們要用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它可能是垂直 有可能是水平的 有可能在各個不同方向 它不是三 component 怎麼辦 所以我們想要驗證一下說 那我拿別的光纖 可不可以落在這個線性回歸上 所以我就拿了今天大家在座這邊 B3的那一條光纖 它就在地上而已 所以它可以類比為未來 可能躺在建築物裡面的某一段光纖 所以我就拿這段光纖的資料 因為剛好央面跟古今上 我幫我們set-up的 比較了三個地震站 然後我們一樣做一樣的事情 做Strand跟PGA的量測 然後把它頭塗到這張圖上 你就會發現線性體其實還不錯 它可以落在這個裡面 雖然它完全是一條水平的 但是剛剛這個線性關係 是垂直的線性關係得到的 當然我們還需要收集更多的資料 不過我覺得這個初步的結果 至少告訴我們 光纖其實很有可能 可以很快的被用在 二立汪林的研究上面 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好處來自於 上次有一次我去氣象局開會的時候 然後他們有人提到說 高樓層的人的國家警報 跟地樓層的人收到的都不一樣 因為有時候你用地震站 在預估你的震度的時候 它是放在地底下 可是高樓層的人 他住在上面咬得更大 可能他就不會收到 那光纖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在各個角落都直接在你身邊 幫你做真正的on-site-learning 對不對 這是其中一個我覺得有可能有用 但是當然你知道 這個樓層裡面有很多要解決的事情 這只是一個未來的想像 但至少他們的線性關係是有的 那我很快再分享一下第二個應用 就是利用中華電信這個從二重埔 到林口跨過三角斷層的 那一樣我們其實溝通了非常久 因為一開始 中華電信怕我們會把他們弄壞 如果我們發著什麼雷射光 它斷掉光釋帶他們就要被罵了 所以反正溝通很久 因為我們壓根就不是用同一條光纖 因為我們只是用他們備用的光纖 好那我們進去之後 就是擺在他們機房裡面 然後做分析 這張圖其實在去年的open house 我就有秀過 然後其實我很喜歡這張圖 這張圖就完全表現了 剛剛馬老師一再強調的 所謂的光纖的美麗 它漂亮的地方 就是你把它打開這樣一張圖 看就是非常療癒 那從這邊是二重埔 然後到林口 反正不療癒嗎 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條垂直線就是 地震打進來的時候 P坡啊 S坡啊 然後同時你還記到很多 太陵路上面的車流啊 下班的上班的啊 對不對 就什麼東西你都記到 當然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啦 那這段是走在林口台地 這段是走在台北墳地 OK那我們就對它做比較地震學常做的 ambient noise cross-cororation的研究 那剛剛我一點沒有提到 但是是光線很大的優勢 我自己覺得是時間的同步性 因為你在做地震學的研究的時候 你拿兩個地震站 它GPS clock可能會drift 然後大家drift可能不一樣 或是有些時候GPS lock不lock 但是光線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全部從同一台機器 發出去的光然後回來 所以它同調性非常高 所以它cross-cororation基本上只要七八天 就可以得到非常漂亮的結果 所以這邊是學生做的 就是他拿 左邊其實是不好意思 大家有點反了 這個0是這個地方 是從二重埔出發 然後這個2900個 2900個channel是在林口這裡 那你就會看到我用它 對全部的channel做cross-cororation 9天而已 就已經得到非常漂亮的表面破訊號 那傳統上 如果你拿Dancerray 你至少要一個月到三個月 你才會得到比較漂亮的結果 那我這邊是拿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比較白的地方 訊號比較弱的地方 然後我就去試了另外一個channel 就是拿這個跨過 因為這個位置大概等於 光線轉彎這裡跟這裡 然後我就去拿這邊的另外一個channel 就是其他做cross-cororation 然後就發現 這裡就變跑出來了 你看這邊跟這裡它就跑出來了 但是這裡一樣 有一個比較弱的訊號 所以這又突顯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在做光線上應用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三個三軸向 所以它是順著它的平行 所以當你有拐角的時候 有可能會cross-cororation不出東西 或是cross-cororation出來訊號比較弱 甚至你有可能會從rally wave變love wave 所以這個有可能要去小心 當然如果它是直線是最好的 所以當初我們 待會我修一下嘉音那邊那條 我們盡量去找到最直的光線 如果你只想要單純很快 運用你的地震學的分析工具 然後不要想太多的話 你要盡量找直的光線 它有拐角 你都很難分析它的成因 當然有些人在研究這個東西 好那 好兩分鐘嗎 好差不多 那cross-cororation的時候 cross-cororation完之後 因為表面不非常清楚 而且我們又有非常dance array 它這邊有2800個站 所以我就對它 比方說我每10個站 我就做一個冰封名 所以比方說我從這邊開始 這條有一個紅色 然後跟一個 就是它紅色這個點到 我們點花了嗎 這邊是藍色這邊是紅色 所以它到這個藍色 藍色旁邊有那個天藍色 反正因為它非常密 所以你看起來很小 這邊有10個站 就它到它10個站 我就做個冰封名 然後就會知道說 這個坡表面傳到這10個站 pasting through這10個站的時候 它的faceability大概在什麼速度 所以我就用這種方式 可以去找到它的faceability 然後對不同頻率去做它的 像速度的分析 所以這只是其中一個頻率 然後它的coherence的坡在這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看到 另外一個坡 但是在這邊我們沒有 特別去分析後面的坡 有可能是high mode 或是怎麼樣 當然我們就分析最強的那個坡 然後做像速度的量測 然後因為每一個點 都可以提供這一組array 就這10個站一幾個量測 所以我就會得到很多 然後就平均算標準差 得到它的誤差這樣 那做完之後其中一個頻率 我記得是0.15到0.21之類 我就把它投圖到這個array上 然後你就會發現它還match的不錯 在台北墾地是紅色 然後跨過到林口這邊 爬開爬山這邊就變成藍色 然後它就反映它的速度差 就沉積物跟紅土層這邊的差異 那接著如果這只是啟動頻率 我們就把它每一個頻率量測都把它畫上去 因為在表面坡的分析上 頻率越高表示它sample越淺的速度構造 頻率越低表示它身為越深的速度構造 所以我這樣排的時候 相當於就是在看深度 那就會發現我這邊大概就是三角這個位置 紅色這條線的位置大概在這邊 然後右半邊就是一個往東傾 然後紅色的地方 可能就是台北墾地的沉積物 左邊應該就是進到林口台地區 所以這只是很初步的分析 我們還沒有做到深度上的繁岩 可是我覺得這已經充分體現這個光線的potential 當然前提下是你找到的主幹光線 coupling不錯 然後資料也收集也都 這些處理都處理完之後 它可以做的結果是很棒的 那就是這去年9月的時候 就剛好我剛好提到嘉義 發生了一些活動顯示升高的情況 我們也跑到嘉義去做這個事情 那其實這個都還很初步 那我們這邊有修一張圖就是 這邊是壯哥他們中正團隊 去很快步的密集陣列網頁 很棒很密的一個陣列 然後這條紅色就是從新埔機房 接出來10公里長的光線 大概這個位置還蠻不錯的 因為它剛好在西園這邊框柱 然後沒三段的大概走這邊 那我只修了一張圖 這個是黃色這個點大概規模2左右 2點多 那你也發現它還是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這個地震在這邊 所以下一步可能就會去做剛剛古今上 它提到FaceNet的Dust去做Picking 然後看看能不能跟這個Dance Array的結果 做互相的結合或是比較 那當然長期來說 我們也希望做像剛剛在三角斷層做的研究一樣 說不定我們可以去Detect說 煤山斷層之前大家討論很久了 它到底有沒有延伸到這麼西邊 因為斷層長度直接就決定它未來可能發生多大 所以對地震災害是有還蠻重要的一個約制 OK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最後其實沒有放結論 我只放了一張圖 所以很明顯的我測試的這個結果就是至少 暗光線照我看起來 它其實是蠻多可以運用的空間 那不只特別是我們的都會區 它都在盆地然後跨陸山帶 它可以這些光線都剛好可以 應該找得到都可以跨陸山帶的這些方向 就會幫我們去Detect斷層 然後其實像是盆地裡面的那個 沉積物的放大效應那種 其實也可以做很精細的研究 包含最近大家在講那個什麼大直民宅下落 你這個這麼小尺度的這個 哪個地方的液化哪個地方比較弱 比較強的沉積物的這個特性 所以如果你有光線應該可以做到 相對尺度上的Mapping這樣 那就像剛剛講的Green 就是地雷方面因為它很耐高溫 所以也是未來一個很potential的地方 那更不用說這個台灣是一個海島 它附近有非常多的海藍 那這些也都是所謂的暗光線 然後未來就是希望有機會 我們都可以去探索 然後很有潛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